1981年,22岁的罗伯特·克奈普在毕业前夕 却选择从美国西北大学戏剧表演系退学 和比尔盖茨、扎克伯格这些选择创业而退学的富豪有所不同 克奈普退学只是单纯的经济原因 从此,打小一脸凶相的克奈普 就开启了他那长达25年的龙套生涯 可是,即便是到处留金的好莱坞 依靠跑龙套想维持生计却并不容易 克奈普不仅没挣到多少钱 甚至连媳妇都难以找到 然而,一切在2005年发生了转机 46岁的克奈普饰演了美剧《粤玉中》的Teabag 这个角色让他一炮而红 喜欢玩翻译谐音梗的中文观众 都亲切称他为《茶包哥》 《粤玉》播出后 《茶包哥》不仅收获了大量的粉丝 他还找到了自己的真爱 在《粤玉》中 克奈普饰演的《茶包哥》是一位危险而狡猾的犯人 他凶悍残忍,智商超群 为了能在监狱生存 他就像狼一样来过度保护自己 他的性格复杂多变 变态劲十足 他时而反社会人格 双手沾满鲜血 时而又柔情似水 当求爱被剧后 他像婴儿一样哭得撕心裂肺 满脸通红 他悲惨的童年经历 不由让人心生同情 他微微撇着的嘴角 似乎时刻都在向人提醒着 必须得满足他的所有要求 他习惯性地舔着嘴唇 也似乎永远都在展示着 他那随时都会爆炸得不满 他魅惑的微笑 绝不会让人感受到阳光的明媚 而是带有一丝丝冷冽的含义 他独特的嗓音 挑逗的眼神 甚至是拽拽的步伐 都让观众深深着迷 《茶包哥》这个角色的成功 让克奈普一度超过了男女主演的风头 接下来的十几年间 克奈普陆续出演了几十部好莱坞大片 《在杀手 代号47》中 他扮演了一位冷酷无情的杀手 展示了他的多样化演技 在《非常人犯3》和《超能英雄》中 他又分别饰演了一位毒贩 和一位邪恶的超级反派 成功地将这些坏蛋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 而在《侠探杰克2》中 他则扮演了一个阴险狡诈的CEO 充分展示了他在复杂角色塑造方面的卓越才华 凭借精湛的演技和一脸凶像的独特外貌 克奈普开始逐渐成了好莱坞的坏蛋专业户 然而在面露凶像的坏蛋角色背后 却隐藏着克奈普心地善良的本真 他经常在公众场合表现出自己的幽默和温柔的一面 也与粉丝们保持着良好的互动 无论是马路上 还是餐厅里当有粉丝要拽他的口袋时 他也会善意地配合 他积极参与慈善活动 关注社会问题 他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为弱势群体发声 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美国电视指南曾经这样评价克奈普 常宁饰演反派的他 被称为最耀眼的坏蛋 中国电视报也曾这样评价 他就像是坏蛋专业户的现实版名词解释 作为一个成功的坏蛋演员 克奈普能将那些冷酷而狡诈的角色 诠释得唯妙唯笑 让观众不由地为之倾倒 然而克奈普的成功并非一帆风顺 他在演艺道路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坚持 他跑了25年龙套 他吃过无数苦头 但他的坚持最终换来了丰硕的成果 正如罗伯特克奈普所说 成功不是偶然 他需要通过一次次的失败积累而来 只要你保持梦想 并为之努力奋斗 就能够收获成功的果实 我是有评有剧撰人物 有笑有类写八卦 本文头条首发 72小时后全平台分发 欢迎转发和分享 直接搬运至外平台会百分百收到投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